是不是故意讓大家登登登 故意讓大家硬是要來打高端呢 先來看看 資深媒體人朱凱翔 在他的臉書粉專發文 他說根據了一二期臨床試驗報告 高端疫苗對於Delta變種株 中和抗體的數據都極糟 極高端保護力但現在被極了 先來看的是高端公司喊要告樓 提出了包括了刑事告訴還有民事求償 說是斷章取義的解讀惡意誤導視聽 而且還請各單位來相關單位來調查 一次呢就要請調查局地檢署 金管會衛福部來查 對此資深媒體人謝韓斌也痛批 到底說了什麼一起來關心 一般世界公認 高端不管高端還是聯亞 因為你們都次單位蛋白疫苗嘛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你們的保護力會比得上 Novamax嗎 一般認為是沒有 因為目前三期沒出來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預期值沒有這麼高嘛 那如果世界一流的疫苗 mRNA疫苗它都會下降5到10倍 那你現在高端下降6到7倍 就好像高端跟那個BNT跟莫德納 兩個百分之95分了 它下降了這麼多的時候 它的保護力趨近於及格 也就60分左右 對 那你本來只有七八十分的 那你下降的跟一樣多 那你似乎會從本來及格變不及格 對 冰哥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實驗室裡面做的當然都很漂亮很完整 可是你放到真實的世界一定是會打折的嘛 是 所以這是一個很基本的道理嘛 也就是高端當然他現在為了維護公司的信誉 為了維護公司股價 你要去告 我覺得OK 這是你的旋律 可是高端一直散佈不實消息 一直放任的各種奇怪的訊息 包括吳子嘉董事長不是拼命在爆料 亮哥也拼命在爆料 那為什麼你們都不去告 是因為那個吳子嘉 人家是美麗島董事長 是因為那個郭正亮 他當過前立法委也是民進黨 你們不敢告 市值減軟的捏 就減豬大腸來告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你們喜歡吃豬腸 你們對器官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意見嗎 所以我覺得你要告 當然可以去告 我們局外人我們也是等 看事實證明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光是高端這一陣子 在國內的不斷的操作 藉由各種放消息放風聲 這樣亂搞的情況下 你儘管會衛福部還不去查 你們就該死